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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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真的這樣說 如果你是屬身竅 而你又入型入格 譬如屬豬 真的有些人很腹上 是好的 會是 真的嗎 那 范太祥那一年 去做多些予契的事 做多些義工 去幫多些不同的人 你可以將 范太祥對你的損害症降到最低 其實我不太明白 怎麽是范太祥呢 即是那年要這樣 小心不太好 因為它重疊 即是等於我們 是一個普通平民百姓 現在和皇帝坐在一起的時候 你變成說話那方面 就要小心 即是范太祥 如果不是就馬上拉出去 是的 講起沖太祥那些 其實是在哪方面衝了它 其實它逆馬運多些 即是多旅行的機會 即是你又不用怕到 坐在家等著太祥在哪 不會 因為是十二年一次 還有一件事我要補充 因為同一年的生肖實在太多了 即是我提供的資料 只是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不可以說是個分去相信 不過呢 其實有很多人都很擔心 犯太祥這件事 但其實不需要那麽擔心 因為犯太祥只不過是代表 今年來講 好那方面容易去近一些貴人 即是說有名氣的人 不好那方面是說做事 各方面要小心一點 或者要重複一些做一些事 會是這樣 即是穩穩陣陣 最重要的 即是能夠幫到你的人 就稱之為貴人 那要不要去穩的呢 譬如刻意去 不需要的 因為如果本身 那個魂裏面是有貴人去幫你 它自然會來幫你 但貴人有沒有分是要什麽生肖的 不需要分任何生肖 那也不錯 至少有十二不同的人都可以幫你 可以幫你